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 這次來做一下這個新手項的電腦超頻教程 相信有不少剛裝機或者準備裝機的人都聽說過 可以買2600然後超頻之後當成2600X來用 或者買8000K,超頻5G,唱完各種遊戲 又或者是買2400的內存,超成3000的來用 然後自己也想嘗試一下這個免費的性能提升 但是不知道具體怎麼操作 所謂的超頻,就是讓CPU等電腦硬件運行在高於出廠預設的頻率或者說速度下 因為廠商在生產芯片時會先進行測試 看一下這一批芯片的平均體質如何 普遍在哪個頻率上面能穩定運行,同時耗電相對較低 然後將所有的這些芯片都設定到這個普遍合適的頻率上面 包括體質較好的那些也會壓低一點 那麼玩家在把電腦硬件買回家之後 經過一定的測試和設置,就可以讓它們運行在高於這個平均數的頻率上 獲得這個免費的性能提升 這時候會打雙引號,是因為現在的電腦想超頻是有硬件要求的 可能也有人會擔心超頻的安全性,怕電腦超頻之後會爆炸什麼的 其實現代的芯片一般有比較多的安全保護 比如CPU過熱時會自動降低頻率,甚至自動關機等等 只要你不是大力出極計,設置了太高的電壓,或者讓芯片長時間處於極限超頻狀態 那麼造成損壞的概率還是比較低的 因為我想把這個原理講清楚,出於長度的考慮怕大家一口氣看下來明迷糊糊的 這次的教程決定分成CPU片和內存片 這次的CPU片會先科普一下頻率相關的基礎支持和超頻需要的硬件要求 然後實際進行超頻的操作演示 之後再看一下如何確認超頻成功,如何確認超頻之後的性能和穩定性等等 在開始講CPU超頻之前,首先要介紹一個叫做CPU-Z的小軟件 請不要心急,基礎理論講清楚之後,實際超頻的時候才會更簡單 在百度或者其他什麼你常用的搜索引擎搜索CPU-Z,沒錯連橫槓都可以不打 這個看起來很像官網的東西,就是官網了 選擇Windows版本,之後左邊有英文版和中文版 中間這裡則是不同品牌的定制皮膚版本 我個人習慣是用哪個牌子的硬件就用哪個皮膚 這裡作為演示使用中文版,下載安裝打開之後是這樣的 在CPU-Z這裡你可以看到CPU的具體型號有多少個核心 支持的指令級等詳細參數 注意不要在PE裡面使用它,讀取的數據會不準確的 這次主要關注的是頻率或者說速度以及這個電壓 和平常在任務管理器裡面看到的不一樣 CPU-Z裡面顯示出了三個頻率 總線速度、背頻和核心速度 電腦這個東西開機之後並不是只有CPU在工作 內存、顯卡、網卡、生卡、硬盤等外圍的硬件也在幹活 然後它們之間需要有一個通道來進行數據交換 在CPU的速度發展得越來越快之後 通道的速度已經跟不上了,所以就進行了分離 通道的速度也就是總線速度會被設定的第一點 現在的主流平台通常是100MHz 這個速度也叫做基礎頻率或者外部頻率 大陸的慣用簡稱是外頻 港台常用的是基屏,都是同一個東西 英文是Base Clock,縮寫就是BCLK 也就是CPU-Z裡面的這一項 因為電腦的時鐘發聲器並沒有那麼準確 所以通常會有那麼一點偏差 但基本上都是在100MHz左右 而CPU的速度則根據情況設定到外頻的 10倍、20倍、30倍甚至更多 CPU自身的速度一般叫做主頻或者核心頻率 哦對了,還有一個已經沒有什麼人用的叫法是內頻 用來和外頻做對應的 而CPU頻率和外頻的比例就是背頻 所以決定CPU速度的公式就是CPU頻率等於外頻乘以背頻 在CPU-Z裡面可以看到背頻一直在變動 是因為開啟了這個節能功能 在CPU沒有什麼活幹的時候會自動降低頻率 摸一摸魚,達到省電作用 背頻一般是整數,英文用multiplier或者ratio 我把英文講出來是因為Intel和AMD都是美國公司 他們研發的時候是以英文為基礎的 然後主板的BIOS可能沒有對小的選項進行漢化 老一點的平台甚至整個BIOS都毛的中文 如果我不把英文講清楚 到時候你進到BIOS看到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單詞 就不知道應該要幹嘛了 基於剛才的那條公式,進到BIOS裡面把這個背頻或者外頻調高 就可以達成CPU的超頻了 但了個是 在Long Long Ago也就是775等老平台只有內存的頻率和外頻關聯 你知道外頻只有內存會跟著一起漲頻率 而且內存頻率還可以單獨調低 而Intel從i系列的第兩代,也就是Sandy Bridge開始 把這個外頻和PCIe通道的頻率給綁定了 其他外圍設備的頻率也被掛在了上面 也就是說你動CPU的外頻 那麼內存、顯卡、網卡、升卡、硬盤等全部都會被超頻 內存和顯卡被超一點通常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升卡、網卡、硬盤那些的升板就沒有這麼硬了 折騰兩下輕則出錯,重則完蛋 而且你也超不了多少 新平台一般也就從100超到105這樣 再高就很容易藍屏死機 總的來說,超外頻是完全不划算的 除非你是準備衝擊超頻的世界紀錄 就差那麼一點點 這幾年只有個別平台支持外頻的大幅超頻 比如破解過的Z170 但是也只能在特定主板加特定版本的BIOS上面可以做到 而且有可能會出現緩存或者核顯方面的BUG 所以不推薦新手去動外頻 包括AMD的銳龍平台也是這樣 這次的視頻也只做背頻方面的超頻演示 然後說到這個背頻嘛 現在的intel處理器除了少數的幾個例外 也就只有帶K和X後墜的CPU可以超背頻 同時需要這個PZX前綴的主板才能做到 曾經的B85也可以,但是那個也算是漏洞了 AMD這邊銳龍全系列支持超頻 主板則需要從B350起 A320是不支持的 哦對了,這個筆記本電腦基本上就變想了 因為筆記本的供電和散熱不如台式機 一般CPU頻率都會限制的比較死 大多數也只能用XTU拉一下功耗牆和溫度牆 那麼就應該還有人記得我前面說過 CPU-Z上面這次要關注的是頻率和電壓 也不知道是誰規定的 芯片如果要跑在更高的頻率上面 就需要更高的電壓才能穩定運行 不光是CPU,內存和顯卡也是這樣 即使沒有超頻,大家也可以看到 CPU在低頻率的時候電壓會比較低 頻率上去之後電壓也會跟著往上漲 如果你是歐皇買到的CPU體質比較好 那可能不用動電壓也可以拉高頻率 但是大多數情況還是要根據頻率對電壓進行調整 然後同樣不知道是誰規定的 電壓提高之後芯片的發熱也會增大 實際上有些平台不動電壓光拉頻率都有可能會增加功耗 所以你還需要一個能壓得住的散熱器 4核處理器和6核千焊處理器小超的話 聚機箱400這種百元級散熱基本上能壓住 在往上6核8核大超的話 6熱管8熱管甚至水冷是難免的 注意單風扇120水冷不一定能打得過這個聚機箱400 哦對了,大家可能會聽說過FSB、HT總線、QPI、Ring之類的東西 他們主要在一些比較舊的平台又或者是X99這樣的旗艦平台才會有 這次的視頻主要面向新手和主流平台,那些就暫時不提了 那麼接下來就是真正的實機演示了 這裡使用的CPU還是之前的9900K 放心,銳龍的基礎超頻選項還是比較接近的 主板方面則是技嘉的雕牌電競大師Z390 AORUS MASTER 它擁有無線Wi-Fi 帶散熱功能的金屬背板 12項數字供電 3條M.22插槽 以及3條全長代加固的PCIe槽 當然還有比前面那些都更重要的RGB 雖然Intel和AMD都推出了在系統裡面超頻的軟體 但是目前使用的比較多的,比較穩定可靠的方法 還是在BIOS下進行超頻 在按下開機鍵後,在電腦開始引導系統之前狂~~ 挑delete鍵,就可以進入BIOS設置 進入BIOS之後,首先當然是把語言切換成中文 然後切換到高級模式 在現在的UEFI BIOS之中 超頻一般會被單獨設置到一個頁面 比如技嘉Z390這裡第一頁就是了 不同型號的主板會有差別,請參考主板的說明書 技嘉這塊板的倍頻調整在高級頻率設定裡面 輸入數字就可以更改 比如這裡設置為50 乘上100MHz的外頻就等於5000MHz 也就是CPU最大頻率設置為5G 按ESC返回首頁,在高級電壓設定 CPU核心電壓控制裡面找到CPU電壓調整的選項 也是輸入數字就可以更改 這裡嘗試使用1.25V 這裡保持為AUTO的話 大部分主板會使用默認電壓 也有一些主板會嘗試自己設置數值 不過主板的自動電壓一般會設的比較高 可能會導致發熱較大 你也可以先讓它自動覺得出來的效果不滿意在手動調整 技嘉的新版BIOS在倍頻和電壓前面給打了個新號 開頭我以為是給新手用的提示 後來發現選中一個選項,按下鍵盤上的Insert鍵 就可以將這個選項添加到收藏夾裡面方便使用 如果你不知道倍頻和電壓具體應該設置多少 可以先搜索一下別人測試出來的超頻設置 作為參考,Intel最近的8代9代處理器超5G的平均電壓 大概是1.25V到1.3V 1.4V以內感覺都是比較安全的 銳龍一代超3.8V大概是1.3V到1.35V這樣 銳龍二代想超4G以上的話普遍還是要1.4V以上的電壓 銳龍處理器一般不建議超到1.5V這樣 設置完成之後記得保存重啟 如果這個設置下可以開機進入系統 那麼就可以進行後續的性能和穩定性測試 但是如果你的設置超出CPU的體質非常多 比如我經過深思熟慮決定直接在1.2V下超6G 不用說肯定是上不去的 就會出現無法啟動的情況 比如開機過程中藍屏、卡住或者乾脆主板點不亮一直黑屏等等 如果還能進BIOS的話就降低頻率或者增加電壓 如果進不了BIOS,現在的主板一般比較智能 能自己檢測出超頻失敗 你只需要等待一陣子,它會使用默認設置來開機 如果主板沒有自動恢復 你可以手動把電池清空BIOS的設置重新超頻 像AURUS MASTER這樣的高端主板也會設置有專門的清BIOS的按鍵 是的,你做的所有錯誤操作都是可以被一鍵原諒的 然後我們一直執行人類的本質重複前面的過程 直到找出一個電腦可以正常開機進入系統的頻率和電壓為止 要注意加電壓是有一個上限的 超過的話會怎麼樣大家可以自己試一下 電壓超出安全範圍時 一般BIOS的設置選項會變紅或者彈出警報 也可以到網上搜一下對應CPU的安全電壓 順利進入系統之後就可以用CPU-Z來確認當前的頻率 然後可以進行性能測試和穩定性測試 常用的軟件有CPU-Z自帶的性能測試 Cinebench R15 W Prime V-Ray等等 CPU-Z和R15因為測試時間比較短,比較易用 準確性也還行,所以一般用的比較多 能跑完R15測試一般也可以說是初步穩定了 要注意有些平台比較智能 有時候即使電壓加得不夠,也能正常開機運行 但是跑分卻比超頻前還要低 這樣的話超了也是莫得意義的 能通過跑分測試之後就需要進行烤機 看CPU本身是否能穩定運行不出錯 以及電腦的散熱系統頂不頂得住 比較常用的烤機軟件有AIDA64,Prime95,簡稱P95,和Linx等等 AIDA64的用法在之前電腦故障排除的視頻裡面 有講,首先打開計算機傳感器把溫度監控調出來 然後打開工具系統穩定性測試 勾選你需要的項目後點擊下面的START 單選FPU模式烤機可以產生最大的壓力 如果能跑10分鐘左右不出現降頻死機就說明接近穩定了 如果是出現爆錯或者更嚴重的藍屏死機 說明電壓不夠,就需要進BIOS繼續調整 如果溫度一直往上漲甚至出現降頻 那麼就說明散熱需要改善了 可以降低電壓或者更換更好的散熱方案 其實CPU對溫度的接受程度還是比較高的 哪怕是80度以上 不降頻不黑屏死機那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畢竟筆記本電腦長時間玩遊戲的話90度以上也不奇怪 10分鐘的初步測試完成之後 你可以選擇繼續往上抄 或者進行更進一步的穩定性測試 繼續用AIDA64烤它個半小時一小時 也可以換成Prime95進行烤機 P95對穩定性的要求比AIDA64還要高一點 比較嚴格的做法是跑第三項兩個小時以上 我個人覺得不超那麼極限的話 跑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也差不多了 如果測試過程中有窗口提示運行出錯 或者在任務管理器裡面看到有核心空在 說明測試沒有通過,還得加電壓或者減頻率 此機藍屏就更不用說了 注意P95跑完需要到右下角小圖標上右鍵退出才是真正的關閉 不過也有烤機不通過,但是玩遊戲屁事都沒有 或者反過來,烤機兩三個小時都很正常 但是一跑遊戲就死機的神奇情況 所以這裡我覺得不用太糾結長時間的烤機 還是以日常使用能穩定為準 經過前面的穩定性測試之後 就可以嘗試進一步的提高頻率和電壓 比如這裡CPU從5.0提高到5.2 電壓嘗試加一點到1.32這樣 然後重複前面的測試流程 所謂的超頻就是一點一點往上試 直到在一個比較安全的不會導致爆炸的電壓範圍內 試出這塊CPU的最高頻率 也不知道是誰規定的 你在BIOS裡面設置了1.3V 開機之後實際的CPU電壓 並不一定就是準確的1.3V 主板可能會掉壓或者偷偷加壓 這個時候就需要打開防掉壓功能 Aorus Master這塊主板在高級電壓設定 3D Power控制裡面 一般推薦還是先開到Turbo 也就是5級6級左右 然後再根據實際出來的電壓進行調整 進入系統之後 在CPU-Z和IDA64的傳感器頁面 都可以查到當前的實際CPU電壓 在高端主板上面還會預留有電壓測量觸點 使用萬用錶進行測量的話會更準確 那麼順便再來看一下其他的超頻輔助選項 因為Intel新一代處理器的AVX模塊功耗比較大 所以可以在BIOS裡面調低使用AVX模塊時的CPU頻率 這個AVX Offset指的是 調用AVX模塊時,倍頻會降低多少 比如設定到5的話 進入系統裡面單考FPU時 CPU會低5個倍頻 然後像9900K這樣的8核處理器要全核心超5G以上時 溫度可能會比較高,容易發生降頻 所以還可以進BIOS裡面將TJMAX溫度 也就是溫度上限調到110度 不過這麼高的溫度長時間用還是有點慌的 這個選項還是留給高端玩家去折騰吧 除了核心頻率外 Intel的6789代處理器 還有一個叫緩存頻率的東西可以超 技嘉這裡是剛好在AVX Offset和TJMAX下面 也是直接手動輸入備屏 這個超了之後在CPU-Z的內存頁面裡面可以看到具體頻率 跑AIDA64的內存和緩存測試時也能看到變化 實際對CPU性能有一定提升 CPU體制允許的話可以適當抄一下 還是前面說的那樣 注意電壓不要抄得太高 同時稍低於極限的頻率 也更利於長時間使用 比如極限是5.3 那麼可以考慮降低到5.2、5.1來使用 長時間運行在極限狀態可能會導致縮缸 也就是以前能抄5.4 用了一段時間之後相同電壓就只能抄到5.3這樣 總之凡事留一線日後好相見 因為芯片的體質有好有壞 也就是俗稱的雕和雷 每個人買到的都不太一樣 所以超頻也沒有絕對的固定設置 你運氣不好買到大雷的話 那可能連平均體質都達不到 運氣好買到大雕 那就是降低一點電壓都比別人抄得高 但是我玩過這麼多CPU 包括傳說中的媒體送測板 也沒有見過大雕是長什麼樣的 同時超頻除了看CPU體質和主板的供電 BIOS等都有關 甚至還和散熱有關係 所以有時候抄不上去也可以找一下別的原因 比如嘗試切換一下不同版本的BIOS等等 最後,Intel和AMD也推出過 可以在操作系統裡面進行超頻的軟體 Intel這邊是XTU,AMD則是Ryzen Master 不過從我個人的使用經驗來看 軟體超頻的使用體驗還是差點 比如不知道為什麼過了這麼多年還是茅德中文 以及確實還是在BIOS下進行超頻更穩定可靠一些 XTU這種更多用在無法進行BIOS超頻的筆記本平台 感興趣的同學可以自行搜索了解 這裡就不細講了 嗯,CPU篇基本上就這樣了,請期待後續的內存超頻篇 那麼這次的視頻就到這裡了,如果覺得有用或者有趣 記得點贊、評論、收藏、訂閱、關注 如果看完了,視頻還覺得意猶未盡 可以掃碼關注電腦8的微信公眾號 每天都有新鮮有趣的電腦資訊推送 還有大腦精心搭配的電腦主機配置推薦 那麼下次再見,我是翼王,掰掰